宝剑峰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就短短几天没去县城 到了村口才发现唯一进城的路已经被大水冲坏了 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力量 就算是坚固的大桥都难考我语 远处我就看到桥面有很多裂痕 下车才发现大桥早已岌岌可危 原本坚实的桥现在只剩下了虚而不实的空壳 我试了一下 桥面已经支离破碎 还在不停晃动 这要是开出去 估计也是在劫难逃 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千万不要以身是险 但是就算是这样 还是不能阻挡我进城的脚步 因为明已是围天 你刚那么一早就被我一扫而光了 再加上我已经三天没打过牙记了 方法总比困难多 我发现河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 我或许可以尝试从旁边河里开过去 话说快走沙 慢过水 大家过涉水路段时 要先停车检查水的深度和墨水路段是否坚实 如果轮胎和刹车盘温度过高 也要等其冷却再通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万一途中熄火了 千万不能再次点火 要停车及时撤离车上人员 否则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所以大家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铤而走险 就在这时我才发现往中间走水越来越深 但这时候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水位没有淹到进气 割山都是安全的 不过此时一定不能猛加油门 因为车速过快就会形成波浪 这样水位在无形中就变高了 到时候发动机进水导致熄火 那就得大修发动机了 如果又来个神操作再次点火 发动机甚至直接报废 这时候小伙伴可能会好奇 水位已经超过排气管了 水不会从排气管进去损伤发动机导致熄火吗 这个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放心 首先我们要知道发动机的原理 排气管是用于发动机排除自身产生的废气 就算水进去发动机的压力 也能轻松将它排除 历经千番终于还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这时候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过了之后一定要多踩几架刹车 因为过完涉水路段后 刹车盘上面的水会严重影响制动效果 踩几脚刹车是为了清除上面的水 和提前判断刹车距离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等过完水路 硬入我眼帘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泥石烂路 正常开上去刮底盘是在所难免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招就能轻松化解 老司机都知道 我们只需要把控好方向 让轮子走高的阶梯就能顺利通过了 这期视频中的路况 大家平常行车中都会遇到 无论是凹凸不平的山路 或者雨后低洼的积水 还是自然垮塌的道路 用我刚刚的方法都是最有效 安全的 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我会分享更多安全驾驶知识 和意外被困的自救教学 如果你在行车中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私信我或者加我粉丝权 我会第一时间帮你分析解答 感谢你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